大家好,我是Julie 近年來,隨著AI應用的婆婆發展 對於Edge AI的需求也越來越多 我們的EPC C301系統主要有搭載了 Intel Movidius AI運算卡 這款產品主要是針對工業應用 AOI、人臉辨識、車牌辨識等相關AI應用設計的產品 接下來就由我為大家介紹這款EPC C301 EPC C301外觀上看起來非常有質感 是一手可掌握的Intel Core iU系列無風扇嵌入式系統 即可高度相近於IO接口的高度 適合需要高效能但有空間限制的各種應用 系統隨貨附上Wallmont和Dinrail 無論是要直立式或壁掛 都可依照使用者的需求自行選擇 EPC C301內搭載Intel第八代Core iU系列處理器 擁有四核心的效能但功耗僅有15W 工業電腦最怕系統的耐受性受到高溫的影響 進而影響到原件的壽命 我們的EPC C301整機的系統機殼 本身就是一個大型的散熱片 為了最佳化系統的散熱效果 內部直接將CPU、Memory等主要熱源 透過鋁塊快速導出 並且利用上蓋的起片作為散熱 只要在0.7minsec風流的環境下 就可以有效地將系統的熱能帶走 我們實測過環溫-20-50度C 都是可耐熱的範圍內 無風扇的設計非常適用於嚴苛的工業環境 使用者不需煩惱粉塵的堆積 或是風扇的耗損 進而影響到系統的散熱以及穩定性 針對工業自動化的應用 EPC C301針對IO的部分功能擴充有 四組CAM、八組USB 其中四組是USB3.0 可作為擴充CAMERA 以及四組的LAN 支援HDMI DP 最高可支援到4K解析度 這些功能都非常適合 需要高階影像圖形辨識分析 以及AOI的應用 另外還有兩組的ISOLATION CAMBUS 適用於馬達控制器、機器手臂 以及醫療MRI的應用 是一台多功能高效能的嵌入式系統 系統另外還有四組的擴充介面 我們現在來開DGAN給大家看 系統有四組擴充介面 其中包含三組M.2擴充卡槽 分別是N KEY、E KEY以及B KEY 可用來擴充 以及一個MINI卡槽來連結AI卡 像是EPCC301搭配的是 研華自家的VEGA330AI加速卡 以強化Edge AI的運算能力 以下我們將為大家介紹兩款主流的Windows Windows 10跟無邦讀 18.04版Live Demo的部分 我們請Aden來幫大家做操作 哈囉大家好,我是Aden 接下來我們進入Windows的畫面 首先是Windows 10的部分 我們可以使用研華自家開發的Edge AI Suite 使用者可以選擇由CPU、GPU或VPU進行AI的運算 那接下來我們由亞當來幫我們做一個操作 使用者可以選擇Quid Start 再點選Accelerated Object Detection 再點選Confirm 之後再點選我們這邊預載的影片 今天我們以側牌辨識來做為Demo 客戶可以選擇CPU、GPU、VPU 或者VPU加GPU 來執行他們想要呈現的效果 從影片的右手邊我們可以看到 VPU加GPU所執行出來的FPS 如下 使用者並可以透過System Monitoring 來看到當時在跑OpenVINO的時候 它的Performance以及它CPU、GPU、VPU所定義的溫度 以上是我們針對Edge AI Suite來做的Live Demo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影片結束之後歡迎下方連結了解更多 EPCC301出貨本身就有搭Ubuntu 18.04版 那我們跟Intel合作去搭配Intel的OpenVINO 所以我們可以上Intel的官網查詢 就是Development Key 裡面有各個應用場域的AI Tool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上Intel官網去下載 然後裡面有一些操作說明做使用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請Adam幫我們來示範如何操作 接下來我們進入Linux的操作畫面 使用者可以透過Intel的Developer Zone 找到他們想要的OpenVINO翻例 今天我們以Safety Gear Detector來作為簡介 點選連結進來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Python的部分 那已經幫各位開好了連結如下 這邊是GitHub的主頁 那從這邊就可以看 客戶就可以找到他們想要的安裝包 以及相關的SOP 這邊是Safety Gear相關的OpenVINO流程圖 那客戶依據這個SOP就可以執行 他們想要呈現的OpenVINO的DEMO 從影片可以看到 這位走出來的功能是 頭戴安全帽以及防護背心 這樣是合格的 那接下來影片就會顯示出 沒有穿合格服裝的人 會以紅色的方式來表示 那左下角的話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這裡是有FPS 代表CPU執行的效能 EPCC301C款非常適合應用於AOI Machine Learning以及AI加IoT的 像是人臉辨識、車牌辨識 以及肢體動作辨識的應用 產品本身的彈性度高 無論是CPU的效能、Io的擴充 以及最多四組的擴充卡槽 可依照使用者的應用環境 來做搭配與選擇 在軟體的部分 無論是Windows 10或是Ubundu環境 相關的技術資源已經Ready 像是我們的EPCC301 在出貨前就已經預先裝好 Ubundu搭配Intel的OpenVINO環境 使用者可依照各應用環境 搭配的TuaKey來做開發 是一款Ready to Use的集戰逆產品 想了解更多 歡迎點選下方的連結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們的AIoT Connect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